除了西蒙内部争取相位的乱局歹戏托棚 各州议员相继跳槽 导致政局非常不稳定 但是首相丹斯李慕尤丁强调 本身无意在此刻玩弄政治游戏 而是要做好本分 专注疫情防控 复苏经济 是的 首相强调 只要新冠病毒疫苗一天还没面试 国人都要遵守防疫准则 而且他担忧 疫情将引发百万人失业潮 尤其是年轻人集体失业 因此希望简化企业复工程序 从国盟入主不成将近四个月 首相丹斯李慕尤丁在所有关乎政治的议题上 已禁制动 偏好防御 鲜少对外回应 针对近来西蒙为首相人选四分五裂 有人甚至跳槽过主一事 他也不曾发言 慕尤丁今天早上事隔三个月后 返回柔佛选区时透露 自己从政四十多年 政治戏码不曾落幕 但是他明白一名政客 尤其身为一名国家领袖 应该懂得分清重 更要在适当的时候 做适当的事 尤其他人 政府逐步放宽管制重启经济后 首相仍然担忧疫情未来将会导致将近百万人 尤其是年轻一群失业 因此他已经要求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减化和加速商家营业执照申请程序 协助国人渡过难关 同时首相表明 只要疫苗还没面世 国人就必须自律 协助共同阻断病毒感染链 如今我国95%的经济活动已经复业 1500万名员工回到工作岗位 在绝大多数人民遵守政府列出的标准作业程序 疫情受控之下 我国受到国际卫生机构赞扬 是控制疫情最好的国家之一 按住 绝大多数人民遵守